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窝笋,这种春尾下出的时令蔬菜,以其清新爽脆的口感赢得了无数时刻的喜爱。 然而,在日常烹饪中,常见的焯水或直接下锅的做法往往无法完全激发出窝笋那独有的鲜美。 在这里,我们将揭开一位饭店大厨的秘密,他的独到之处不在于复杂的技巧,而在于对食材本身特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一开始,大厨会先精心挑选卧笋。 去除顶部,细心地刮去外层粗糙的皮,露出里面清白如玉的肉质。 切成细长的条,这种切法不仅便于使用。 更有助于在烹饪过程中,窝笋条均匀收热,保证其口感均匀一致,也便于调味料的渗透。 对于辅料的选择,大厨同样讲究。 五花肉不是随意切丁,而要切成精确的小方块,以确保在烹饪过程中可以迅速释放出肉香,而且煎炒至金黄色后。 能与沃笋条的翠绿形成视觉上的美丽对比。 大蒜,生姜,精心切片和末。 清线胶斜刀切断。 小葱切葱花。 干辣椒剪成小段,每一种配料都是精心挑选。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作用。 只在为沃笋增添层次感和丰富的口感。 独特之处在于,大厨不采用传统的焯水或直接炒的方法,而是将沃笋条放入蒸锅中。 让温柔的蒸汽透过沃笋的每一根纤维。 这种蒸法不仅能更好地保留沃笋的营养成分,避免炒至湿水分的大量流失。 还能使沃笋的口感更加嫩滑。 保留那份特有的清甜。 在烹饪的过程中,五花肉丁是第一个,进入热油锅中的食材。 在油温适中的锅中,它们慢慢煎至两面金黄,散发出迷人的香味。 接着,蒜片、姜末、干辣椒等香料陆续下锅。 小料在热油中炸出香味。 为温柔的入场做好了味觉上的铺垫。 当所有的香料都炒出香味时。 蒸好的获笋条加入锅中,与五花肉丁和香料一同翻炒。 在这一过程中,获笋条不仅会吸收五花肉的油香和香料的味道,还会因为热油的作用而变得外焦里嫩。 调味料的加入是在翻炒的最后阶段,食盐、白糖、鸡精适量撒入。 迅速翻炒均匀,使我笋条在短时间内充分吸收调味。 保证了味道的纯正和鲜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这位大厨的炒获笋是他对食材尊重和对烹饪艺术理解的完美展现。 每一根获笋条都绿意盎然,饱满多汁,口感爽脆,味道清新。 这道菜的味道不仅仅停留在舌尖,更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不单是一道菜,它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一种对季节的尊重,一种对自然赋予食材独特风味的赞颂。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点赞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